民航处和机管局在机场为两架国产客机C919和ARJ21举行欢迎仪式 仪式在C919和ARJ21停泊的北卫星客运楼附近的停机坪举行 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郑雁雄、 运输及物流局常任秘书长陈美宝、 国家民航局、中国商飞、民航处、机管局等代表出席 两款客机下午去到星期五开放 被受邀团体登机参观 C919星期六也会在维港上空作飞行演示 围绕港岛梁雁雁 李家超说这次两架国产客机访港 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航空发展的重视 又形容客机成功研制 是国家航空制造业的里程碑 民航客机的成功开放 是国家航空制造业的重要里程碑 国产客机从研制、投产、交付到最终相容 展示国家在工业制造领域上 实现了新突破 香港也有份参与两架飞机的审定工作 包括飞机认证、飞行人员培训等等 有份 diligence 取航点和机密整改变 这个监 Jungle 꽂的 Left is 一切很解采 这期节目' będzie是一切改参归顾